自古怕人不怕鬼 从来说鬼是说人 你可来了 上周过了西方的万圣节 这周又到了中国的十月初一韩一节 中国民间把韩一节和清明节中原节 并称为三大鬼节 按老年间的习俗 这天是进入寒冬的第一天 马上要冷了 活人要穿暖和衣服 那死去的人也不能动着 所以就要给那边的祖先亲友烧衣服 好让他们过冬 不过烧衣服你也不知道那边流行趋势 款式颜色人家喜欢不喜欢 这些年是瘦了呀还是更瘦了呀 合不合身都不知道 就不如直接给钱 所以慢慢的人们也图方便 就都改成烧纸钱了 最近有新闻报道 咱们的冥币还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一帮老外当个稀罕物 特别认真的学习如何烧纸钱祈福 还起了个扬名叫祖先钱 所以说烧完以后真的得到了祖先保佑 那神神叨叨的尽头 算是文化输出成功了 那么说死人要钱真的有用吗 人死后真的还会有灵有硬 像生前那样热衷于身外之物吗 我是讲故事的猫猪 你的捧场就是我的动力 闲话少叙 这就开讲 今天说的这事发生在清朝江宁府地界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话说当地有个叫张鱼谷的经商为生 他还有个好朋友叫小李 俩人经常结伴出去做生意 既是老乡也是合伙人 出门在外知根知底好有个照应 这一年二人南下广东进货 到了广东没多久 张鱼谷接了一封信 说家中有事叫他赶紧回去 那没办法这趟算白跑吧 好在还没正经开始采购 身上还有200多两现银 便跟小李商量 把现有的东西寄放在他那带卖 自己要好抓紧时间回家 小李很痛快 折了个价给他 全当赞助路费了 顺便还托他帮忙带一封家书回去 好朋友互相帮着嘛 那不叫事啊 张鱼谷揣好信件带上盘缠 急忙忙往南京回转 一路无话 不多日来在江宁府地界 暗路会先经过小李家 张鱼谷便决定先去替朋友送信 办完事啊 再回家 左拐右拐 来自在李家 打老远 就发现不对劲 怎么的呢 大门口上挂着白灯笼 地上散落着不少纸花纸钱 出来进去的人都没个笑模样 一片愁云惨淡 紧走几步来在大门前 顺着往里一看 张鱼谷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 院中百步低垂 灵棚高搭 堂屋正中央 竟停着口黑漆棺材 呦 怎么了这是 赶紧问问吧 李家人有认识他的 见他来了赶紧递查接待 一打听啊 小李的父亲李老太爷没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几天 这正停灵呢 还没罚纵呢 张鱼谷点点头 得亏自己回来的及时 李家就小李一个儿子 如今老人没了 亲儿子在千里之外赶不回来 家里这棚白事 有亲有张 我倒不必操心 可零钱短一孝子了 他二话没说 当场到棺材前扑通跪倒 按孝子的规矩 行了个大礼 李家人一看 那是大为感动啊 急忙忙上前搀扶 相互劝呗 死了死了 您节哀吧 正说话间 后屋转出一位少妇 几步来在张鱼谷面前 是飘飘下半 口称大哥 正是小李刚过门 没多久的媳妇 张鱼谷定睛一瞧 这媳妇好生漂亮啊 二十出头年纪 不肥不瘦身材 博尸粉带 泪眼寒波 民间有句俗话叫 要想翘一身笑 眼前看来还真有梨花待雨之感 当时可就起了怜惜的心 啊 弟妹不必客气 我与小李情同手足 这是该尽的本分 小李媳妇作为本家的少夫人 这几天大事小情意尖挑 接了家书呢 马上安排演习 为张鱼谷接风洗尘 那就别客气了呀 酒足饭饱 天也黑了 这儿离张鱼谷家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让人夜里赶路也不像话呀 便留他住下 等明日天亮 再走 安排好住处 尽得屋来 桌椅床铺收拾的干净利索 热茶热水也都备好了 安排得很到位呀 可唯一一点 这间房离灵堂有点近 中间隔了个天井 打窗户缝 就能看到李老太爷的棺材 张鱼谷倒是没往心里去啊 嗨 这是好朋友家 棺材里躺的是兄弟的爹 长辈还能半夜起来 吓唬碗 辈不成吗 有啥好怕的 洗漱完毕 喝了会儿茶 张鱼谷吹灭油灯 准备睡觉 这时候 已经到了二更天 这天晚上 大月亮地 照着窗户纸上白晃晃一片 树影清晰可见 可能是换了新环境 有点宅床 他翻来覆去 睡不着 正跟他落饼呢 忽然耳听得外面 塌塌塌 脚步声音 动静不大 但特别清楚 接着窗户上映出了一个女人的影子 看到轮廓形状 正是小李的媳妇 这会儿他正透过窗户缝往里看 张鱼谷一下就紧张起来了 这是要干嘛呀 男女瘦瘦不亲呢 更何况是好朋友的媳妇 深夜之间无骨窥探 这不像话呀 当下便裹紧衣服 一动不动 心的话 你不进来 还则罢了 你要是有什么非分之想 我一定要好好批评批评你 可等了会儿 外面的人并没有推门进来 而是转身 往灵堂去了 张鱼谷纳闷 大半夜不睡觉去灵堂溜达 他一女人家不害怕吗 翻身下床 捏手捏脚来到窗前往外偷看 只见小李媳妇 站在李老太爷的灵前 手拿着一炷香 刀刀念念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看那意思呀 与其说是在祷告 倒更像是在跟谁说话 张鱼谷身上可就有点凉了 他跟谁说话呢 棺材里那死鬼 不能吧 正嘀咕呢 小李媳妇突然转身 又往他这边来了 呦 张鱼谷吓一跳 赶紧压低身形 躲在门后 只听外面门环 哗啷啷一阵响动 接着脚步远去 等确定人离开了 他悄悄顺着门缝往外一看 门环之上一条女人的腰带 打了个死扣 居然把他给锁起来了 这是畅哪出啊 不让我出去 还是说外面有啥东西 难道李老太爷 还能从棺材里坐起来不成呢 他蹲在门口正心慌意乱呢 灵堂中突然咚噔一声棺材盖子开了 吓一跳吧 张鱼谷哆嗦嗦偷眼观球 只见棺材盖子翻倒在地 里面坐起个人来 正是李老太爷 可眼下 老太爷脸色漆黑一片 双眼凹陷 铜纸里还闪着悠悠的绿光 那个词叫 猙獰恐怖 很明显啊 他已经不是人了 变成僵尸了 僵尸坐哪儿 停了停 四下嗅了嗅 好像是在找人味 突然蹭 从棺材里蹦了出来 接着大步直奔张鱼谷这边来 到了门口 伸手去推 没推开 那能推得开吗 门环让腰带系上了呀 张鱼谷松了口气 还好有这腰带呀 只要他不断 自己就是安全的 正嘀咕呢 外面僵尸扯开嗓子 嗷嗷一声怪叫 顿时阴风四起 门上的腰带 应声断裂 张鱼谷多聪明啊 赶紧去顶门板 心的话 我要是能顶住门 不让僵尸进来 不就没事了吗 两边一较近 张鱼谷输了 僵尸的力气出奇的大 砰的一声 整个人直接被撞飞了 眼看僵尸冲进来 就要扑他 这档口 陷重豌豆射手 小太阳花也来不及呀 慌乱之中 张鱼谷扭头看见 墙边立这个橱柜 伸手给拉倒了下来 正砸在那僵尸的身上 家里有纯实木家具的都知道 橱柜那么大件 要是压下来 分量可不轻 僵尸跟下面挣扎了几下 没挣扎出来 不动了 那边僵尸不动了 这边张鱼谷呢 真算得上是条好汉呀 瞅了眼地上的僵尸 下晕了 这桶闹腾 李家人还能不被惊动吗 小李媳妇带着重家丁 闻声赶来 拿蜡烛一照 呼 好家伙呀 地上躺着张鱼谷 橱柜下压着老太爷 现场是一片狼藉 那赶紧救人吧 一碗姜汤灌下去 妈子前胸垂后背半天 人才悠悠转醒 哎呀 良事为人哪 不是 你们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刷个送信的任务 怎么还有大战僵尸的副本呢 小李媳妇脸上写满了歉意 跟您做游戏的这位 是我家老太爷 好家伙 你管这叫做游戏呀 我知道他是小李的爹 可这怎么能成僵尸了呢 嗨 您别看小李人规规矩矩的 他爹可不是东西了 活着的时候就老不正经 死了死了 估计是耐不住寂寞 变成僵尸了 还唠出来闹腾 他这人生前最贪财了 头天晚上给我托了个梦 说将会有个姓张的来加送信 身上带有二百两银子 他打算把这人害死 抢夺钱财 一半留给家里用 一半放在他棺材里带着入土 我本来觉得 这就是个胡乱做的梦 没当回事 可转天您就来了 我害怕他来真的呀 所以半夜焚香祷告 劝他不要害人 又怕万一僵尸趁你睡觉 推门进来 所以用腰带把门环给绑了 没想到他力气那么大 解释清楚那就别废话了呀 大伙赶紧扶起橱柜 把下面的尸体扛回棺材 重新夹盖钉死 张鱼谷还是心有余悸 紧着劝 不是 你们心可真大 就打算这么继续摆着吗 还不赶紧一把火给烧了 免得后面再出事啊 小李媳妇闻听此言 点点头 其实我早有此意 但他毕竟是老公爹呀 前几日无非是半夜出来溜达溜达 也没啥过分举动 甭管生前人性咋样 到底还是于心不忍呢 不过今天他扑了人 这可就留不得了 当断则断 烧 见主家同意 张鱼谷很积极 特地出钱办了个道场 请来高僧送经超度 说是啊 送老爷子一程 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解心欢 接着呢 一把火将尸体焚化 打这起 李家宅子又回归了平静 子不渝里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回到视频开头提的那个问题 死人要钱真的有用吗 显而易见呀 人死如灯灭 怎么可能还会需要这些身外之物呢 那些冥币呀 纸扎的供品呀 无非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祭奠亡灵 其实都是在安慰活人 借着仪式寄托一下对故去亲友的思念 神鬼无知 不会贪图那些金银钱财 倒是活着的人 时不时得检讨一下自己 别一不小心成了那为二百两银子 而招来烈火焚身的 贪财 僵尸 正所谓魂归幽名如灯灭 何来金银跨两界 僵尸贪财火焚身 且劝诸公 饮为戒 好了 这就是子不语 僵尸贪财的故事 我是猫猪 更多志怪奇闻 咱们下期 接着谈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期